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 曠野執行中文版 我是魏維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我在阿卡萊基塔這邊 我在整個地圖的 右上方這邊 那今天我們要從阿卡萊基塔這邊出發 去解一個神廟 那解哪個神廟呢 在這個下面 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神廟 我來把這邊的神廟位置標記一下 大概在這個地方 有個神廟 那我們今天去解這個神廟 這樣應該很容易就到達這個神廟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神廟 叫吉斯卡夫伊神廟 有吉斯卡夫伊的機關 你知道什麼是吉斯卡夫伊的機關嗎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們一起來進去看看 這樣我們就進入神廟 我們首先來打開這個機關 你就是用你的控制器吧 這個尖刺 放到兩邊就對了 我不會刺到你就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走過去 然後我們回到一個房間 全部都是雷射 這個雷射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用你的武器 打這個機關 然後趁這個機關翻轉的時候 這樣 這個機關可以幫你擋一些雷射 你可以這樣做 你也可以用你的禁止器 禁止這個雷射 這樣 你就可以安全的過去 你可以解開禁止器 加禁止器冷卻的時間會比較短一點 然後接下來禁止它 這樣我們就過了這個雷射的這個 這個道路 好 那接下來如果大家想要拿這個寶箱的話 不是很好拿 如果大家想要拿這個寶箱的話 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機關再次啟動 我可以用一般的劍 或者是火箭都可以 我沒有一般的劍 我先用火箭 一般的劍或火箭都可以 把這個機關打成像這個樣子 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 來解這邊的寶箱 解這個寶箱的話 你先 再次出發這個機關 然後在正確的時間 從這邊跳下去 這樣不是很容易 可能要多練幾次 然後接下來就從這邊跳到另外一邊去 按X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寶箱 這寶箱到底有什麼好東西 營靈之槍 那看大家要不要拿 我的話 我想每個武器都比營靈之槍好 我就不拿了 不過至少我上來了 代表我會拿到這個寶箱 我可以拿到這個寶箱 然後再從這邊跳下來以後 我們再繼續闖關 然後在導師 就是 這個房間前面有一個 門 這個門要怎麼打開 也是要用機關 這樣我們就 按這個 機關 然後啟動這個機關 然後小心的 耐心的 把這三顆球 分圓放到三個洞裡面去 如果你怎麼放都放不進去的話 我的皮也不是這樣 比方說你現在都放不進去 亂七八糟的 你都放不進去的話 我的做法就是先 把這些三個球都滾到同一邊去 都滾到 左上方 這樣排成一列 然後按B先退出 然後 然後呢 然後再開始按A 繼續放 然後他們在一列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好排 就這樣 輕輕的 往右邊推 推推推推推推推 已經兩顆了 再加油一下 就這樣 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你就可以 打開這個機關 然後這個門也會打開來 就解開這個關卡 那這個就是這一集的薩爾達傳說 感謝大家收看 我解完神廟以後 把我自己傳回 阿卡萊斯塔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 我們還是要從 這個阿卡萊斯塔這邊 解附近的神廟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不會開示得 Reno 你在地哪裏 魅力那自來 你會這樣 有啟動